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戴马sir 粉丝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亦凭经济反网报 好 今节 我们就说一说成哥 成哥其实是新卫城 新的英国首相其实都是勒紧付头 为什么呢 因为早前师姐卓卫斯搞出大头发 令英国本来经济一样 更加 令到经济状况不佳 因为投资者信心未回来 有些回来的 但哪有这么快 走的真的走得很快 其实卓卫斯也挺厉害的 走的走得很快 现在成哥 他就不肯兑现承诺 是什么承诺呢 就是 大幅增加 军费开支的承诺 不过 这个承诺不是他开的 是卓卫斯开的 哦 你觉得应不应该兑现 应该的 因为我很战争 但他就很谨慎 现在 可能他看到只要跟卓卫斯做相反的东西就应该没错 但是我想问那张单多少钱 那张单 不是多少钱 是一个 百分之 因为 当时 卓卫斯就曾经承诺 到了20 30年 英国的国防开支 就会 提高到 国内生产总值 即是GDP的3% 是高过北约的2%这个目标的 为什么我不可以说过具体数字呢 因为2023年我不知道GDP多少 不成哥 别人问他 保持沉默 就是 不敢承诺 亦都不肯承诺 他可能想 你开这么大支票 别人北约也有2% 为什么我们有3% 英国也有北约国家 是不是我们要 给他们开支得多 但是成哥有些 这些呢 他就肯做的 他就签署了 为英国皇家海军 再采购五手军舰42亿磅钱的合同 这个他就签了 不过 虽然 俄乌战争 亦都令到地缘政治紧张 但是 成哥新伟成 作为首相 是不愿意承诺大幅增加英国国防开支 其实我又觉得他刚对 我反而觉得他这样 叫做理性 对吧 在 到这个 印尼 即是雅加达 不是 应该是 巴厘岛 在G20峰会途中 其实 新伟成作为英国首相 就为英国 对安全和盟友的承诺 进行了辩护 为什么辩护呢 因为他不肯 兑现承诺 那 记者就问 你的 前一任的首相 卓慧斯曾经说过 要2030年将英国国防开支提高到英国GDP的3% 是远远高于 其他不弱国家的 成哥 人家问他 他说 没事了 即是 没有回答 会不会兑现卓慧斯承诺 即是不肯 他就说 你说的这个目标这个承诺 是我前一任手上说的 在这个之前 我的再前一任手上 Boris Johnson 若汉逊先生 他的目标是2.5% 但是 北弱 只是2% 也说 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有不错的纪录 对不对 长期以来 我们 是仅仅 三四个真是达到北弱目标的国家 我很高兴 现在这个数字是升高了 在30个国家当中 可能只有9个国家达到这个数字 即是2.5%他就觉得足够了 人家的2%也未到 你还跟我说 说要升到3% 所以这个卓慧斯真是什么都 红心壮自有 他再说一次 我再重申一次 我们是北弱第二大的国防开支大国 所以 无人可以说我们在国防方面 没有非常强大的立场 其实这番言论 就被很多人解读为 我们已经做得足够了 不要再叫我兑现卓慧斯之前的3%的承诺 在他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 其实他也宣布 将一份42亿镑钱的合同 就授予BAE Systems 这个集团 就建造5艘 26型 防护栏 主要是用来反潜战 英国海军计划 投入8艘 首批 三艘 已经在 格拉斯哥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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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船 船船 是想着什么时候服役呢 是2028年 在英国皇家海军 格拉斯哥号 的这个计划 而推迟受到影响 推迟是影响的 但是诚哥说要继续行 就算之前有些推迟 之前 新伟成 亦是拒绝 支持卓卫斯关于 2030年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 所以 应该就不会了 在今个冬天 节目出现16号 17号就有英国的秋季财政预算 这份是大事 即将出劳 他不愿意 大幅增加开支 因为他要 紧缩措施 对 这份报告 最新的 财政预算案 提出一系列削减支出 和增税的措施 就为了 控制 这个 债务 那你还说要增加到3% 不会了 那随着这个俄乌战争 搞到大家都很紧张 英国的国防预算 是受到通胀 的打击 为什么呢 因为 英镑跌到叻叻 他很多零件是在美国买来的 用美金算 很金 很金 你几十年来跌得 最金的金获 这些英镑 虽然现在想上去 但是怎样来说你也是跌了很多 你的成本是不是大大增加了 当然的 此时此刻 到2025年的未来两年 辛伟成就说 我们政府做的事很简单 就是需要钱 来保护自己 免受通胀 和外汇的影响 他的指的就是 美金实在太强 英镑实在太弱 亦都决定了英国大部分的国防支出 的成本是胜了 因为他有些 材料 零部件 是要帮美国买的 另外 国防大臣华来士亦都说 单单通胀压力对预算的影响 你知不知道 就是英镑跌得那么厉害 和通胀 原来 都已经 要给80亿镑钱 你还说加到 这个GDP 3% 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也没有估计 那么大事 自己做了45天 搞到英国翻天覆地 在乌克兰 冲突影响之下 其实辛伟成 又被人追问 国防开支是否会在短期内 和通货膨胀 同步增长 当前通胀就10% 他就说 英国在国防开支 和抵抗俄罗斯侵略方面的国际声语 做得非常非常好 顶你 好像没有回答过 也对的 做政客应该回答 应该回答 他也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帝 大帝我说的 的行为 是 不能正常化的 在 国际社会 是没有立足之定 我也认为 因为这宗战争 我觉得是偶发性事件 如果 但是如果你一直将 GDP 的3%作为 军事支出 你一直都要这样下去 当然你可以调下去 但是你调上 你容易调下去就难 等于之前 是对外国的援助 你调下来 大家都会骂你的 国防开支更加会骂你 那么重要 诚哥也说 俄罗斯的行为 将我们所有人 置于危机当中 在我们 向乌克兰民众 提供他们所需的 支持 同时 我们 也在利用英国的专业 和 知识 的港道深度 保护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的盟友 包括建造 下一代的英国军兰 因为刚才他签的42亿 就是他签的 他就可以 说是我搞的 这8艘新的军兰 最终就会 取代 海军 正下来12艘老化的 23型反潜 护衛舰 当然 除了这个通胀 其实通胀就引起很多问题 就是这个 超级无敌大的 工潮 这个罢工浪潮 英国是进入了历史性的 罢工工潮 因为 未试过那么多行业一起爆 现在英国 是经历着 被认为 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工潮 之前 多个政府部门 已经 说你不加工 我们就不 做 记得 10万公务员就说 你 不加工 那你就停半年了 背景是什么 通胀 通胀到历史的新水平 而政府也都说每个英国人都要加税 这个是侯俊伟说的 英国历史上 代表着近30万名医护的护士工会 举行 罢工 当然 如果 他们真的这么做 刚好就是医疗最大获的时候 就是冬天 和聖诞节 就令到 英国政府要制定一些应急措施 并且要求在最差的状况之下 要得到 因为他有些军医 得到军医的支持 但是军医始终不够普通的医疗 医护多 英国 将会在这个国家 现在四个最重要的 部门内有罢工 卫生部门 教育部门 交通部门 还有 政府 机构 这些部门加起来 50万人 而这场 历史大罢工 可能 在几日内就令到英国政府 利益陷入贪汪 除此以来 就是每日几十亿英镑的经济损失 在英国 几乎每个星期 都会有新的政府部门 或者 新的经济部门 加入 今次的大罢工 其中重中之中 当然是护士罢工 以及十万公务员 的罢工 而他们就被认为 是英国 各地政府 部门和机构当中的中间力量 护士工会 经过投票就决定罢工 这个亦是 这个是 Royal College of Nursing 没记错的名字 亦是这个工会成立 106年以来首次是罢工 之前 政府是拒绝为他们 加深4%或5%的要求 英国国家医疗系统 的行政主任 就说我们 真的很困难 他 发表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演说 因为 大家都觉得不好 就说 我们这个部门 现在是经历着 护士和护工 辞职的浪潮 只有 你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做工 真的不是那么惨 只需要两个 辞职 就可以令到他们辞职 第一就是阿姆逊 第二就是 Audi 阿姆逊也 除了一万人 对 只剩下奥迪 Audi Audi 我们这里也有德国的 就叫做 奥洛齐 这个台湾地区就叫 Audi 就是奥洛齐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就觉得 起码 在超市的工作 没有医务那么辛苦 卫生部门又辛苦 不值得 政府部门的工作人通过 投票就支持加入一系列罢工 而这部份的公务员 就占 英国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大多数 英国大概 是十五万公务员 但有十万人就说要罢工 即是三分之二的公务员要罢工 人力资源是处于 停顿状态 BNO说做公务员应该不行 他们英文不行 操纵功夫又不行 文职又不行 医护又不行 因为没有qualification 没有沙纸 免费 免费帮人化妆 紙费 他现在好像有些职业 其实 这些人员就要求加薪10% 政府没可能给你10%的加薪 并且 要政府承诺 不修改 这个 叫做 因为之前他修改了一些更加可客 不修改 但是 要修改 不修改就是不利他们那些 但是要修改 应该不修改 对他们有利那些 要修改对他们不利那些 这个肯定 但是英国政府当然是彩你也有美 其实 苏格兰的老师 就一致投票 同意参加 罢工 英国高等教育 教师协会 亦都宣布了为期三名的罢工 这次罢工都很厉害 涉及 是7万名大学教职工的 你不要忘记有些 普通的大学教职工都有些要去成文银行的 这就成为了英国高校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 影响 涉及 挺厉害的 在英国250万 在读学生 另外 这个 交通的当然是列车 列车司机 亦都决定 继续进行一系列影响几百万英国民众 当然生活和工作都是影响到的一个大罢工 我有朋友去了伦敦 打算和未婚妻度下密约 这不是糟糕吗 没收到封 没收到封 即是会罢工 走了三万多鲍两公婆 又不熟路 是 都挺深印象 是挺深印象 他们回来了吗 因为还爆了 最好玩多 玩到十二月中 那也好一点 十二月中之后就要很多罢工 哈哈哈哈 原因是什么呢 列车车掌和其他的铁路工人罢工很简单 就是反对在未来两年内 解雇2500名工人 其实你解雇什么 这么辛苦 而且你开多了很多线 唉 真是明白他们想什么 这样就为了折省25亿美金的开支 另外英国最大的集装商港口 肺利克斯托港 其实预计 亦 会罢工八天 我们 值得关注是什么 这是英国最大的港口 每年会接收400万个集装商 有1900名员工 这个港口的罢工 将会 是阻碍供应链 特别是盛诞节期间 幸好你朋友盛诞节之前回来 经济损失感肯定是大 这些叫做英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 相当可怕 好像之前列车行业 的罢工 就被英国製造的损失大概 每日就是1亿 美金左右 另外 英国王家邮政公司 亦都表示 要罢工 他们 造成的损失就是100万美金左右 并且威胁到今年年底 你们再搞 财源这些东西我们就继续不做 另外 BT通讯 公司的员工亦都会进行罢工 导致接近4万条 光纤互联网线路 的连接是会延迟的 没得上网 世界末日 是的 没有很多Facebook问人 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应的应急措施 其中包括召集军 人员去 处理一些应急状况 尤其是圣诞节期间 因为 之前 英国有段时间 连救护车司机也不够 那些军人 开军车有些顶着 真的没办法 另外 亦都会叫英国红十字会帮下手 亦都会征用消防人员 不过 新伟城也不理 面对 英国历史上这么大的工潮 当然是个愤怒的浪潮 新伟城 政府 制定了一项 可能 更加大事的事情就是 削减政府开支 政府 虽然表示 部位有权 徒员工 是协商加薪的事 但是 就建议 不要提高协商的上限 他说10%最多可以1% 或者2% 就不给了 亦都不要 给出任何慷慨的提议 与此同时 其实英国央行亦都说 任何的加薪 都可能 助长这个通胀上升 亦都是 英国央行 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 压制通胀 事实上 大家今天日子都在吐头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